一年一度的新一箱赏煤期即将过去 其中新一箱农会就表示 今年度在赏煤期业绩是相当的高 以间接带动地方的农产发展 在进入我们的元旦假期 这个廉价三天 涌入大批我们赏花的游客 这三天的业绩直逼250万 所以是突破我们历年来的业绩 那其中有第二天 我们的业绩是99万多 将近百万的 所以我相信 就是除了梅子蒙厂这边的产品 收到我们游客的喜爱以外 整个新一箱 它变成是一个 我们全国非常著名的赏花的景点 所以来赏花的 一定会顺便 顺便带一些我们当地的农特产品 其中餐长也提到 除了有许多优质农特产品外 最受欢迎的就是 各种梅子相关的农特产品 尤其是我们梅子蒙厂 在经过这几年 一直改造一直改造 非常多的农产品 把相关梅子的产品 受到顾客的喜爱 因为王秋述指出 新一项农会 每产业是相当的成熟 更让许多人喜爱 欢迎有来新一观光的民众 都可以选购 我们新一项农会 因为这个厨 因为我们的元旦的假期 基本上就有很多 游客来新一项来送媒 因为元旦假期有客非常多 所以导致到我们新一项农会 我们的这些农特产品 可以来大麦藏鸿 也请到我们很多游客 来采购了在地的这些农特产 也来买到在地的梅子的这些工品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这些剃头 多多的来支持在地的梅子的产品 农会也强调樱花结束盛开 欢迎大家把握最佳的赏花期 前来新一项观光旅游 记者邱品逸 新一采访报道